那我是整個人 只能用傻眼來形容啦 不知道我姐還會怎麼樣 遠遠的 遠遠的 原諒的臉 哈平遠遭萱萱塔麥唱 可悲大姑 哈校園傻眼姐弟情破裂 我覺得可能萱萱他講故事 他可能講話也比較或是有點 花 有點生動 他那時候就 可以嗎 你確定可以講嗎 我就可能會放棄 這些都是在家裡面開玩笑的 現在也沒事啦 兩尼的這大吉 哈校園的老婆萱萱 因為在節目上指控大姑哈平遠 想領養他的兒子 根本是窒息的 如果真的有人要 我會感覺有人是想要來搶我 我怎麼會在節目上 把他當笑話講 對啦 我就去申請保護令了 我姐她是有點針對我 原以為類是安全的節目效果 但哈平遠真的沒送 先出萱萱一家遭黑道追債 然後萱萱他媽也沒送了 我受傷無所謂 你再感動他你試試看 他娘家還有人 不是只會跟黑道借錢而已 報酸民棄手足 孰親孰咒 可悲的大姑白活了 哈平遠發文感嘆 用黑道這種字眼來威脅我 斯巴斯有點過分了 還是趕快發個不自殺說明好熱 惹龍惹虎惹黑人 都不要惹哈平遠 待會會有律師來嗎 好 其實這個事情最早開始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說 站在誰那邊或者是提誰 我只是希望說可以趕快把事情解釋清楚 讓我媽跟我姐可以知道說 這兩個故事真的都是我想的 中間的一段時間 那我就想說讓大家先不要點 先不聯絡 因為我跟我姐的脾氣 都是屬於比較爆裂型的聯絡 可能反而會讓狀況更糟 顧嫂站我屎熬起來 夾心餅乾哈少園 一根姐姐斷臉兩個禮拜啦 冷戰可能要一年半再把 我跟姐之間的戀痕變得更深了 萱萱有跟我媽道歉 說對不起是節目效果 但我姐在群組先發飆 直到我姐出面講這些家務事 我才真的很不開心 但說真的 萱萱從來沒有講過我姐不好 可能我姐認為她是雙面人吧 我反映萱厲害的就是這一點 我就直接跟她講 萱萱收起你的空姐笑 一直到後來蘋果的這一篇報導出來 那我是整個人 只能用傻眼來形容啦 對 完全不了解 怎麼會是這樣子 那現在的狀況還是一樣 就是大家先不聯絡 先不要講太多 不知道我姐還會怎麼樣 哈平遠聽完哈少園的說法後 平靜表示我不回應 目前就以媽媽心情跟照顧媽媽為主 藍趴爹勒 很快就過去了